台中市區公車部分站體都有設置像這樣的後車服務燈 民眾只要輸入想要搭乘的路線 上面的燈就會亮起 公車司機就可以提前看到有乘客想要搭乘 不過最近卻有民眾發現這個後車服務燈疑似是已經故障 怎麼按都沒有反應 乘客按下數字1和2 接著按確認卻一直跳出11111 機台故障無限跳針 說什麼就是不給確認無法輸入 LED看板也不會亮 本來是設計給行動不便的乘客貼心的無障礙功能 結果壞掉越按越有障礙 最近很多站都壞掉 最近很多站不止嗎 文心路都壞掉 都是按的沒反應嗎 對 又按不出來 回到影片中故障機台的地點就在台中北區國民運動周星站 影片是12號PO出隔天時機回到現場操作 機台還是壞的 仔細測試數字鍵369和確認鍵就是按不出來 服務燈機台變成壯飾品 對長者來講可以 要修 後車服務燈秀斗台中市公傑處表示 可能因為這幾天有下雨 機台滲水短路了 後車停算是半路天的一個狀況 雖然我們的設備是有經過IP66的防水等級 但是可能使用久了 那一座算是最早期建置的 也快過保護期了 公傑處補充 廠商固定每個月至少檢修一次 影片中的故障機台也已經派人維修 台中市府當初向外縣市取金 目前在全台中設置367處購物車服務等系統 按個鈕就能取代招手攬公車 不過一站系統建置費就要八萬五 算一算砸了超過三千一百多萬 如果再故障超過保固 也只能再多花錢 TV新聞將軍李承佑羅衛星 台中報導